中华民国民法第八十八条规范的是 关于错误意思表示的撤销权 它允许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 也为意思表示中存在错误而撤销该表示这条文 也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对错误的撤销权规定 和关于当事人资格货物的性质 错误的具体情形 条文解释 一第一项错误意思表示的撤销权 如果表义人在进行意思表示时 由于错误或不知情 而做出了本来不会做出的意思表示 那么表义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 然而这项撤销权的行使有一个限制 错误或不知情不能是表义人自己的过失 换句话说 表义人必须是无过失 才可以撤销这个意思表示 二第二项 当事人资格货物的性质错误 当事人资格货物的性质 如果在交易中被认为是重要的 这些错误也被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 是用撤销的规定 具体解释与范例 一第一项 错误意思表示的撤销情形 例子 错误的物品买卖 假设想购买一件名画 并且必告诉他有一幅出自知名画家之手的作品出售 基于这个信息表示愿意以一百万元购买该画作交易完成后 发现这幅画作其实并非出自该知名画家之手 而是由一名不知名的学生所会 解释 在这里犯了错误 因为他以为自己购买的是名画 如果知道这幅画是学生作品 他根本不会进行这次交易有约的错误 是基于他对画作来源的误解 而这个错误并非由他自己的过失造成 也为他根据了B提供的信息 所以有权撤销这个意思表示 并要求取消该买卖契约 二第二项当事人资格货物的性质错误 例子车辆性质的错误 假设C想买一辆稀有的跑车 并与D进行了交易C认为这辆车是限量版 具有特殊收藏价值 这也是他愿意支付高价的原因交易完成后 C发现这辆车其实不是限量版 而是普通版的车辆 并且没有特殊的收藏价值 解释 在这里 车辆的性质是交易中认为重要的部分 因为限量版的性质直接影响了车辆的价值 如果C知道这辆车不是限量版 他就不会支付高价进行这次交易 根据民法第88条第二项 这种误的性质的错误 被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 因此C有权撤销这个意思表示 并解除买卖契约 三第一项与第二项的结合 当事人资格错误 例子 演出邀约中的当事人资格错误一 是一家音乐会主办方 他想聘请一位知名歌手来演出F 声称自己是该知名歌手 并与一签订合约后来 一发现F其实并非那位知名歌手 而是另一个与他名字相似的歌手 知名度和实力都有差距 解释 这里 一对于当事人资格的错误 是交易中重要的因素 因为一希望邀请的是那位知名歌手 如果一知道F并不是他想要聘请的歌手 一根本不会与他签订合约 根据第88条第二项的规定 这种当事人资格的错误 是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 亦有权撤销这个合约 条文的法律意义 第一项的目的 保护表义人不受因错误 做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 但同时也设限 只有在错误时 非由自己过失造成的情况下 才能行使撤销权 避免滥用撤销权 第二项的目的 扩展错误的范畴 特别是在交易中 当当事人资格货物的性质 是影响交易的重要因素时 即便没有明确表述 错误仍然是为意思表示的错误 并适用撤销的规定 保障交易的公平性 小杰 依错误的意思表示可以撤销 但前提是 错误或不知情 并非表义人自己的过失 二 当事人资格货物的性质错误 如果在交易中属于重要因素 则是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 允许当事人撤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